大家好,今天我用两个鸡蛋和一碗面粉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学会之后,过年的零食就不用出去买了 外酥里软,口感微甜,吃起来香甜酥口,越嚼越香 做法简单,全家人都爱吃 你可要先点个赞,收藏好,以免想吃不会做的时候找不到我 首先在空碗中打入两个顺产的鸡蛋 60克的白砂糖,白糖了多少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增减 50毫升的食用油,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搅拌至白糖融化 接着往里面倒入一碗面粉,大概250克左右 再加入3克的老味发面王 它是酵母粉升级版 做出来的小零食,松软香甜,还可以蒸馒头,烙大饼,炸麻花 做出来都是老面发面的味道 继续用筷子给它搅匀,搅成面絮状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 用左手充分的给它揉成一个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揉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醒面,直接给它取出来,放到揉面垫上 拿出家里祖传的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厚片 厚度大概2厘米左右 然后用刀给它切成三个宽条 再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成小方块 切的时候不要着急,最好切的大小均匀一点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美观 切好之后,取一个面积,再手心给它搓成一个椭圆形 沾上一层清水,再裹上一层黑黑的白芝麻 用手给它钻紧式防止白芝麻脱落 全部都按照这个方法依次做完 提前烧一锅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大概4到5成热 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放入油锅中炸 亲爱的家人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制作视频不易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 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拜托大家了 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炸 火千万不要开大了 炸到飘起来之后 用筷子不停地翻动,让它们受热均匀 一直炸到各个开口 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装入篮子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一份简单又好吃的小零食 月牙酥就好了 看起来就特别的诱人,有食欲 表面裹满了芝麻 咬上一口,满嘴香 外皮酥脆,里面酥软 香甜可口,孩子们特别爱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马上快要过年了 可以给孩子们安排起来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吃起来更放心 相信你看一遍就能学会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